再次呢 咱们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次的 使用Source Map 识别你的销售团队的优势与弱点 并针对性的改善 我相信大家在参加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之前 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测评 我们一会儿也会去拿一个Sample Report 就是样本的报告 给到大家来就是做一些分享 平时呢我们也会就是去做相关 这背后的一些原因 还有我们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这之前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还不认识就是我的话 我叫CJ姓黄草德皇 经常常快捷节 我是咱们方向咨询 下面可以看到我们的logo 我是方向咨询的负责人 我们每个月应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 线上或者线下的一些分享会 就只不过现在疫情的情况 就清零的政策可能会比较严峻一点 严格要求一点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活动 咱们都不太敢办 这都面临着随时有可能被封控的这个 被隔离的这个风险 所以目前这几个月甚至到今年底 可能就只能跟大家线上见面了 那咱们公司呢 主要是做一些软技能 如领导力管理方面 还有就是销售方面的一些培训呢 或者是测评啊 还有一些教练服务啊等等啊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经常也会结合一些测评来诊断 咱们学员们的一些胜文力competency 他们的胜文力 他们的一些胜文力跟绩效之间 有怎么样的一些差距 怎么样去凝合这一些差距 然后呢 希望就是让大家的这个能力 包括工作的这个绩效 都能够提升一些 获得更好的一些成效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工作 那因为今天嘛 我们这个人相当说比较少一些 我看现在目前是大概13人左右 要不我就就是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说一下简单自我介绍啊 就说一下 您怎么称呼啊 什么公司做什么这个 做什么职位 那今天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咱们这一次的活动 OK 如果在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也能够打开摄像头 让大家看看您的这个什么 您的容貌 就是这好看的容貌 那我们也可以就相互认识一下 那我先问一下 有没有同人想要先开始呢 没同人先开始 那那我就我就先从熟人开始吧 对对对我们Steven已经打开了 我也是一个那个Brillance 然后跟CJ有一些合作 然后今天很高兴 然后有这个机会进一步了解一下soulsman 到底是怎么用 所以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然后也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 谢谢Steven 谢谢 Niklas看到你举手了 Niklas同事 你说吧 CJ你好 大家好 能看到吗 能听到吗 能听到 看不到 看不到 你好像没有摄像头是吧 好了 应该好了吧 看到看到 没事 我拿着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欧道尔医疗机械有限公司 在苏州 我负责整个欧道尔亚洲的销售业务 也算是 是那个CJ的老听众了 然后我第一次接触 Sales Map是在去年六七月份 当时我做过一次测评 然后看到有这个活动我就果断参加了 又做了测评 那是隔一年又做了测评 然后可能有一些结果 会有点差异 会有点差异跟一年前 所以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课来听一下为什么有差异性 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 因为需要管理整个销售团队 其实也是需要知道每个人在CJ的这个测评当中分成四个阶段 那他们的各自的优势点在哪里 我需要提高的点在哪里 所以这可能是我这次兰亚洲希望的收获吧 谢谢 好谢谢 谢谢Niklas 我要顺便说一下 为什么有差距 其中的一个方面是 去年Niklas做的那个版本 是我们测试版 所以我们 对对 我们那时候还在研发当中 所以各种各个报告都是手动手汇出来的 现在成熟版本 所以可能有一些偏差 所以这次会更正确一点 可以这么理解 对的对的 是的是的是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看Meno Meno Meno 是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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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摄像头这边不太方便猜用 没事 您说 我来自于百卖中国 我们是家做餐饮BCD的公司 那我现在在这家公司呢 负责我们的销售研发客户团队 嗯 就是通过我们的HR 介绍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的GDP 尤其像餐饮工业 就是一个比较窄 就叫Niche 是一个市场 所以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的销售技巧 对业务的影响 就是关键的 所以我们是想看一下 你这个工具可不可以整体来提升 我们的销售团队的一个提高方向 没意义 销售团队的他的一个弱项 我们就有一个有计划 有更正性的提高 好 谢谢 之前送过我们的测评了吗 我看了一下 但是我的例子 可能因为是受了一些干扰 就是没有办法 不是不是 正好一篮菜 正好一篮菜 对对 随时欢迎 随时欢迎 等您 当面痛的时候 我也会想会给我的销售 同事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专注的时间 不要在会议过程中 谢谢提醒 谢谢提醒 因为你不要一边开会 我知道现在很多会议都是线上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 这个隔离啊 清雲政策啊 风轻政策啊 都是在线上开会啊 不要就是一边开会 觉得这个会议很boring 然后就来做这个测评啊 这个第一对会议也不太公平啊 第二吧 测出来 就有可能就是说 啊怎么测出来不准 因为你没专心啊 好 谢谢 好 我们再在下一位 Louise 大家好 您知道能看见吗 哎 看见 哎 你好 我是来自泰唐德国中心 然后我是销售经理 然后我今天过来 是和我们马总一块过来 他也在这个 是的 对 然后他推荐的这个课程 所以我想过来学习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契机 同时也提升一下自己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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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e情商很高 因为 Louise基本上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 但是我老板叫我来 而且他会来 所以我不得不来 是吧 有没有 就是我也想等生一下 然后看他有合作的机会 好的 太微笑还没啥 谢谢谢谢 那我们下回就请马总吧 Mariakay Good time 稍等,稍等,我是玛丽克,我是鲁尼斯同事,然后今天我们就要想也听一下,了解一下这边的内容,然后我们希望学会到很多新的东西。 嗯,大家好,能听到吗?能听到,稍等啊,我看看我能不能再看到啊,我这个因为我是拿手机搞的,所以能看到吗?看到了,嗯,大家好,我是Zero,习文君,来自Splang中国,然后我们是专门做工程商协同平台的,然后是我的老板,把这个课介绍到我这边。 来的,然后我也做了一下我们的那个测试题啊,我觉得那个也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感觉到测试的结果,我感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怎么来提升呢?我就比较好奇,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课,然后能够了解一下,就是说,呃,我的这些空间怎么能怎么来弥补?这个是我特别有兴趣来参加这个课的原因, 呃,大概就这样,好,谢谢,谢谢Zero,谢谢,呃,然后我们再看,啊,小曲,应该是曲总吧,这就把自己人,说的得醒了点吧,这种,嗯,你好,你好,呃,大家好,呃, 我叫曲刚,呃,我是上海的所谓销售的,呃,还是小曲,这个还不能,不敢叫自己老曲,曲总更谈不上,呃,参加过很多次CJ的这个会议吧,呃, Cellus Map我完全不了解是什么东西,呃,但是这个话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销售团队的优势与弱点,呃,这个我觉得这个,呃,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人员的这个差异性带来的,呃,很多时候推进的这个,呃,力度啊,或者说这个程度都有很大的这个不同,但是公司都比较是统一的,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差异,呃,这个问题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 好的这个,嗯,只能说,只能说一点点的再改善吧,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听一下,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一些想法,这是主要的这个目的,好呀,好,谢谢,谢谢,反正我们这个,包括您,包括Zero啊,就是对,对这个测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期望的,我们在会后都可以就是听大家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都都可以就是如果有时间还可以留下来就会就聊聊,好,谢谢,谢谢,呃,我们下一位是Amy, 啊,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哦,看不到头像,我还没有开,不好意思,啊,没事,哎,不着急,看到了,但可以了,是吧,哎,是的,是的,你好,你好,OK,你好,你好,呃,大家好,我叫Amy,然后我是来自于江苏长州,啊,对,然后我听到现在好像很特别啊, 因为,呃,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是HR身份的,啊,对,然后,然后,然后其他好像都是这个Sales的这个专家们,哈,所以说我也很高兴,就是今天作为一个外行啊,来听一下关于这个Sales的这个课程,那主要是什么,是我是,呃,看到了这边,咱这边,这个,有这个推荐的这个课程, 然后呢,我也是想来先,呃,以HR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就是作为Sales的话,那我们,呃,通过这样的测评,能够给到Sales团队怎样的一些帮助,改变,改善他们的这个,呃,弱项吧,对,对,然后我自己的话,也做了一个这个测试,啊,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完完全全作为一个,就是外行嘛,非专业人士,所以这个分数也是堪忧啊,哈哈,哈哈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跟那个Zero一样,就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改善空间,也很好奇,啊,得下老师的这个解说,看看我到底是这个短板缺在哪里,啊,好,谢谢大家,好的,好的,谢谢,谢谢Amy,好,我们下一位,谢谢,我们下一位是Eric 呃,大家好,因为我这块在出差中,可能呢,实际上不太方便拍,没事,没事,没事,对,没事,对,没事,是来中国的,呃,我这边也是负责一个销售,这边,因为可能也是第一次参加您的课嘛,这边没有多,多大的那个,没有多少feedback给您,看看这边今天,呃,对我这边能有多大的帮助,谢谢大家,是工作吗,那个,呃,Eric 呃,最近一直在出差,还没有护上,啊,好的,好的,好,等,等你有空,等你有空,啊,不着急,哎,好,谢谢,谢谢,呃,学超,啊,学超今天很早就来了,就,就,1点45分已经,已经,已经,人已经上线了,哈哈,你说 哎,学超在吗 老师,老师,你好,我在,我在,我刚才接了个电话,嗯 哎,您就说 嗯,嗯,我也是属于 摆卖,摆卖中国的,刚才我看到我们 发言了,那是我们老师,然后呢,感谢 我们领导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这次呢,我参加会议呢,主要是 通过老师的讲解呀,看看多学习,然后提升自己 哦,嗯,嗯,那些那个测评做了吗 我没有做测评哦,行,回头咱们再,再安排啊,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然后还有一位阿冯,阿冯还是阿冯呢 嗯,大家好,您听到我的声音 诶,听到,听到,ック下,我是阿冯,阿冯,哈哈,高下,抱點,切 抱歉,因为我在外面,所以说 我也是用手 没事 这样头我就先不开了 那么讲一下我的期望 就是说我是有想法 在咨询行业规定咨询这方面 是能够开拓一下业务 所以说过来这边学习一下 反正这个特评我没有做 所以等会后我再试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好像我们就基本上 好像都问一圈了 如果有任何人 还有其他一些补充随时欢迎 这也是我们整个这个课程 或者说这个分享会的一个安排 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些提问 或者说补充 或者说你觉得某些观点 你不太认可 都欢迎 反正我们今天就十几号人 就不是特别多 都欢迎大家随时解开这个话筒 来就是说一下 如果不方便说你要打字 那也一样欢迎 如果说打开话筒比较方便 就跟我们微信语音一样 打开话筒比较方便 那就随时欢迎大家的这个参与 那咱们就说到了 这个情况了 就是咱们是如何了解我们的销售团队 哪方面有待提升和改善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课评 就是我们在看不同的企业说我们要做销售培训 或者是你把销售两个字去掉 我们要做培训 不管是销售培训还是任何一种培训 我们在都说企业有培训需求 培训需求 那这个培训需求是从哪来的 尤其如果以新建设话题来说 针对销售团队而言 那咱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队 或每一个成员 他对哪些环节销售的哪一方面 希望就是有一定的提升提高 那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也就见了很多的一些客户 因为我们的这个了解 有几种 一种是总部下达的指令 总部说咱们要做销售谈判 就是大家做销售谈判 总部说大家要做大客户管理 我们就做大客户管理 反正总部说啥我们就做啥 这是总部说了算 第二种情况就是拍拍脑袋 拍拍脑袋就是最近好像业绩不咋低 最近咱们遇到的这个进入对手比较强 竞争压力比较强 我们是时候应该做销售培训了 就是做销售培训 具体要做哪方 要针对销售的哪一个环节 因为我会说销售一共有几个主要环节 我会说 具体想要针对销售哪一块呢 不知道 反正做了这个培训能够挣多点钱 能够达到更多单子的业绩能上市 那就最好了 这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关注 不知道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说那要做什么培训 我们就员工投票啊 就你有什么就问我们啊 有什么课程啊 你就把这些课程的outline啊 就就给到他们 然后呢 这培训的负责人就内部 就是来做这个什么 报名看哪个 哪个课程比较受欢迎 或者报名的文数多 那就做那个课程了 就就内部的这个 安排 那很少就有这些企业说 我们要做某个培训 是因为我们的销售 在什么情况 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些状况 因此 他们希望在这些方面 得到一定的启发 解答 或者是提升 就是这里面 基本上没做到 你哪怕是说 刚才我说的第三种方法 就是内部来做这个什么 savay啊 就是大家觉得需要 哪方面的培训 或哪方面的销售培训 大家就是来投票 很多人会说 我们需要 比方说谈判培训 销售谈判 为什么 或者这个下注压得很重 所以我们要做 销售谈判 把这个价格的压缺 弄上去一点 就是TH合情合理 但是呢 我们在做进一步的 沟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问题 不在谈判 他们的问题在于 他在整个销售的过程当中 没办法 很好的拿捏客户的需求 以及客户对需求的 重视程度 所以说到最后嘛 这个你到底有 怎么样的卖点 这个卖点 怎么样满足客户的需求 你怎么样为客户创造 更好的一个成效成果 一个更好的未来 不模糊 那客户 谈来谈去 其实也不是特别明白 你到底买的是什么东西 那谈到最后办呢 那只能谈价格 因为其他东西 客户其实也不太多 所以表面上可能看上去 好像是我们要做打比方说 销售谈判或某些方面 实际上这背后的原因 可能还有其他的 那一会儿我会有一个 sample report 我会给大家看到 就是说尤其在国内 我们这个测评工序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像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就是日本 韩国 印度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都有了 这方面的一些 就是结果的一些结合 那中国的一些特点 我们最多的这个data 是中国这边的 中国这边的一些 小种的一些特点 特质 一会儿我会说 有一个 有些pattern 有些他的诡计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 回到我们这边提到的 就是说 客户可能说 他需要A 其实他真正需要是B 所以 他的这个需求 除非 跟他对接的学习顾问 也就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什么 动行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们很难去挖掘 他们一些 就是真正背后的一些需求 他真正的一些 想要达到的一些结果 那说到这边 我还真的犯少了 我还漏掉两位同事 我们刚才自我介绍 我们觉得是focus在客户了 忘忘自己 自家人 我该很醒 那我们就 我就简单 我们同事里面有 Jane 还有Lucy 你们两位 要不就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 Hello Hi Hello 大家好 这也是我们同事 还有Lucy 也是我们同事 可能大家在报名过程当中 有所认识 所以他们也会参加到 今天这堂课里面来 OK 那我们再往下 基本上就提到 其实很多的销售诊断 培训的需求 你就别说不一定是培训 可能是内部的一些 哪怕是你自己想要内部 像老人带新人 老销售带新销售 的一些环节 到底要针对哪些方面 都很难说得清楚 所以我们就这么一套的 这个问卷来 就是了解 具体的一些需求点 控点 或者是博物环节 好 我今天好像看到 还有 Jenny来 是吧 Jenny要不您 方便的话 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吧 我们来电视的地方 好 谢谢 Jenny今天来 来到这边 刚才大家都讲过了 就问一下Jenny 今天来到这边 为什么会想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其实我是给我们的销售团队有参加的名字 明白明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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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Jenny 好 那 我们就说了 就是我们先从这个什么 如果你要加紧 就是测试一下 到底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销售关联的一些测评 怎么去针对性的去了解 咱们的这个需求点 这个博物环节在哪 那我们先看 这市面上有哪一些 种类的销售测评 我们这一家肯定不是唯一一家 但除了我们这一家以外 也还有分种类 我们也会来说 第二 就是说那这个销售的这个优势劣势 强项弱点到底怎么体现 我们怎么去识别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会拿一些Salesmap里面的一些问题提问 就是问这里面提问 就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也会说一下这整个这个流程 我现在就是说 我们倒不是看你答对哪一道题 因为每个问题的答案是多个答案 我们的这个测试更多的是 每个情景的答案都有一到十分 一为最低分十为最高分 按照每个答案 我们还要看你最想做的 你最想做的这个应对措施是什么 然后如果这个应对措施 如果基于总统人民做不了 你的第二选择第三选择又是什么 所以每一道题里面 它其实是有可能 这些题数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有些道题目 它其实可能是多过一个好的单 我们不能说正确单 是有多过一个好的单 有些提问里面可能会多个不好的答案 你千万别做那些东西 就做了你会得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些结果 所以这个提问 它里面的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的 就不是说你进到里面 就选一个你认为最好的这个答案 当然最好的这个答案是其中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多是还没有第二好的还没有第三好的 等等以此类推 你会你会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做 那为什么要要再进一步测你的第二选择 你的第三选择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销售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动态环境 也就是说你最理想的决策 你对最理想的路途路径 不一定就能够百分之百的实现 基于种种原因可能做不了 这其二呢 销售的过的这个工作 基本上都是在博一个概率 你可以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或者做出一个很好的抉择 但未必百分之百的时候都管用 对吧 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客户 可能有些方式方法很管用 可能对于其他客户呢 就一点一点奏效都没有 那就事实上没有说任何的一种做法 对所有的客户都管用 对吧 就是这是销售的一个现实情况 因此呢 咱们得要有就是两手 甚至多手准备 如果你最强最成功概率的一招 使出去结果 什么反响都没有的话 然后呢 下一步呢 你就选 你是选择放弃吗 还是你要选择用不同的方式 来应对这个客户情况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还会去测试 一个销售人员 他面对不同的一些挑战 他会以怎样的灵活的方式 去应对去处理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初衷 那我这边就先从这个什么 销测试的总类这边先开始 那销测试总类嘛 我们可以说大致上两个方面 一个是销售风格 我们可以测试一个人的销售风格 另外一种可以说去销售的这个能力 就是Sales Competency 或者销售的这个Proficiency 大家就能力到底在哪里 我们先说风格方面吧 风格方面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代理产品里面有另外一个 跟这个Sales Map 是同一家机构的一个产品 叫Trip Map Trip Map是一个大补的性格测试的 这个什么测评 这里面会跟大家说 你会有怎样的销售风格 也就是说你是比较抗压的 你是那个什么很有激情的 你是善于去那个什么Networking 去招揽这个不同 去搭讪到不同的 勾搭到不同的这个潜在客户的 什么什么类型 我们也有DIC 我们也有代理 DIC里面也有销售风格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这样子 一个DIC的一个Profile 你通常面对客户的时候 你是比较强势的 还是比较健谈的 还是比较维稳维系关系的 还是比较严谨谨慎的 等等都有不同的这个什么 风格 那按照这个风格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这里面没有说对个好跟不好 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然后我再重申 两种类型的产品 咱们都有代理 所以我不会说另外一种不好 因为我不会打我另外一只脸 所以不会 都有它的这个不同的用途 风源式的这种销售测评 它的Selling Style 是用途就是说 固有的 你天生的一个风格 打比方说 如果你这个人做事 就是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然后行动力特别强 这是你的优点 你老板如果招你来做销售 我知道你那么action oriented 那么愿意 就是以行动为导向 那肯定很开心 但是呢 会不会你因为你行动为导向 过度了 然后就欠缺思考 欠缺计划 欠缺一定的稳重 那因此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成品的销售 这是你的这个销售风格 就就就可能会做一些 我们说long term 长期的职业规划 发展和这个coaching教练服务 就是说你怎么去发扬你的优势 然后呢 怎么去克制一下你的弱点 就是有这个style 另外一种方面的方面嘛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销售风格 那你面对不同销售风格的客户 你又要做怎么样的一些调整 所以以风格类的这个测评 有这样子一些功能 那咱们这个什么销售能力的这个测评 销售能力测评的就是供应商 远远比这个风格方面的供应商来的少的多 那最后咱们的这个测评的同文都知道 我们什么叫销售能力呢 主要啊 起码以我们的这个方式 比较简密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会用不同的相对比较常见的销售情景 当你在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 当你去拜访客户的时候 当你在做产品介绍的时候 然后客户做了什么什么事 然后你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反应 所以是以不同的情景来看你的这个能力 你会以怎么样来反应 所以这里面嘛 就不是说你是什么style 你是什么样的风格 而是你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 那是按照具体的这个情况 按照不同的这个方式 去应对不同的这个情况 那因此呢 我们就说有助于战术性的销售培训和辅导 那反观咱们的所有的销售培训 不管是我们家提供的 还是任何一家培训机构提供的这个销售培训 基本上都是会按照不同的 要么按照不同的销售阶段 你是在开发客户的时候 还是在会面客户的时候 在提问的时候 还是在跟进的时候 还是在最后处理反对一件 就是就谈谈的时候 有不同的阶段 然后呢 也有不同的一些 哪怕要做一些role play 也是有特定的一些情景 不管这个情景 所以在这家培训机构里面 事先给你设定的 还是按照这个学员的销售情况 就是特别就是说来定制的 或者是培训的时候 学员自己突发提出来的 不管是怎么样 都是两个方面 它都有分不同阶段 不管它有意识 还是没意识 就是说咱们的销售 是进行到什么阶段 有分阶段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分情景 我们拿一个情景 然后来做一个role play 这个在绝大部分的销售培训 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 整个培训 整个那个测评的这个 安排呢 就可以跟任何的销售培训 不一定是咱们家的 吃饭可以加的 都可以搭着来 都可以 就是说看看你 我测下来你的这个什么 强项会是在哪方面 哪些方面 如果要进行培训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那些方面 或者说你要做一对一的一些服务导 一些教练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有针对性的 做一个诊断 这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使得我们销售人员 能够相应处理 特定的客户挑战 就是各种的这些客户挑战 比较常见的 基本上我们都都cover到 那说一下 说一下这不同风格 也就是大致上说一下 咱们这个Sourceware的由来 刚才如果大家早来的时候 Nikos这边有说 去年做了一切 今天再做 这个产品我们是去年 研发出来 那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先从 就是搜集 从这个销售的人员 包括我在给不同的客户 做销售 我常见的 很多的这个销售情景 那我们刚开始 做的这个版本 是45个不同销售情景 后来就是整合到33个 就考虑到 测评的时间不要太长 那那些相对于 测出的结果不是特别的明确 就是说很难看出哪个是比较好 哪个差的这个结果 不特别明确 或者是那哪些提问 大家觉得不是那么的常见 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就删了一些 所以最后定下来 是33个销售情景 166个测评的项目 也就是说你有不同的答案 每个答案就等于 有一个测评的项目 也就是说你这个答案 你是作为最优先考虑 哪个答案你是怎么样 都不会做的 等等等等 所以就166个测评项目而成 那背后的这个团队里 这东西不是我一个人 趴在脑袋就做出来 这里面还是对于整个过程 还是比较就是严谨的 咱们是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同一家机构里面 有性格测试 我们这个合作的机构 叫ODtools 是专门一家做测评的 这些公司就专业测评的 所以虽然这个整个测评 是我个人的一些设想 但背后的这个团队 包括从统计学 包括一些就是从这个 内容里面 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专家 来确保这个测评的合理性 跟准确性 那从销售方面的 专家团队 我们也就招来十几位 就是我们觉得是这个 在销售里面做的比较好 佼佼者 尤其是B2B销售的 那跨行业就有IT行业 有工业品 有酒店行业 就是酒店的 不是那个2C的 是2B的 就是酒店 也有这什么医疗保健的 Healthcare方面的 Healthcare还分就是 你是卖企业保险 还是卖医疗设备 所以欧巴尔这边也差不多是 跟Healthcare有点关联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 行业跨的比较多 团队本身也跨了很多的 这个区域 有亚洲 有北美 有欧洲 主要的这三大区域都有 那甚至有些人是 美国人但是常住在中国 或者美国人常住在新加坡 等等 这些情况都有 那用的这个销售的理念 如果回到销售培训的理念 比较排得上伺号的 就是Millheim Millheim做哪些方面呢 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战略式销售 Strategic Selling 就如果在这个销售培训里面 员的时间比较久 可能会听说过什么叫 Blue Sheet 什么叫Green Sheet 这里面都在做各种的 客户内部的一些分析的 这些都是Millheim里面的 那也有就是 Halfway认证的一些顾问 Halfway就是做什么呢 这里名气更大 叫Spin Selling Spin Selling是属于Halfway的 就怎么去提问 有这里面的认证顾问 帮我们做这个专家团队 也有就是 Roseleaning的一个 销售认证过的 这个方式 也是我们的这个顾问团队之一 所以在这背后里面呢 基本上还是定的比较全 不管是从里面角度 区域文化角度 还是行业角度 只要是跟B2B相关的 大致上都会Cover到 就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您的这个行业 包括刚才Manual那边提到的 就是这行业比较特殊 没关系 测了之后 给我们一些反馈 那我们可以看看 怎么去做一些调整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们也提到 有主要的销售的四个阶段 有些不同的培训 甚至有些不同的一些测评公司 都会说有六个阶段 我们是就是把它 缩为四个阶段 所以有些就是 这个什么 叫这个销售培训的一些定义 有就是什么 当你在就是约见客户的时候 跟你那个开头 你的进入到客户那边 你的开场 它是分开的 我们是放在一起 因为这里面东西太相像了 有些就是体系呢 会说当你在跟客户提问 你在跟客户那个什么 在做介绍的时候 也分开的 我们觉得 你提问的时候 难道没介绍吗 介绍的时候难道没提问吗 你会不会就是说 提问介绍再提问呢 或者是这里面的这个环节 会怎么去做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觉得 其实这两方面很难分开 它都是跟客户见面 会产生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们放在一块 大部分的那个 就是销售不同的阶段 倒是没有提到 怎么去跟客户跟进 那我如果是B2B的 2B的这个销售 那肯定是要跟进 为什么 你2B的这个买卖很少 就是我看到客户 然后客户很认合我 很认合我的公司 很认合我的产品 然后立马就说 多少钱我现在就要 这个在2B的情况会多一些 在2B嘛 你如何去跟进 你的这个销售的整个周期 怎么去更好的管理 如果客户说 哎呀你这个产品很好 但是我们项目要半年以后 才启动 目前嘛 还没有到到这个需求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跟进 对对 然后呢 客户里面也有可能有不同的人 你刚开始会面的 可能是他一个普通 做一个技术的一个经理 打比方文技术产品 了解了解就是说 这是你还得找我们的商务经理 你还得找我们更 权限更高的一些人 那这里面你是怎么样 一层接一层 一关通一关的 去找到不同的一些人员 然后把这种 把这个销售做成了 所以说跟进入这个角度 在B2B的这个商务里面 相对而言是很重要 但很多的 我们看过了 我们也借鉴了 不管是其他的一些课程也好 还是类似的一些测评也好 都没有提到跟进这一个环节 那最后当然是协商谈判 同样的也有一些 他们会就是 谈判跟closing 它就分开 closing就是shoring 就是接单打单 就问客户要钱 要单子 从我们的这个理解而言 一般情况 在B2B的这个销售 很少说 我跟客户说 你赶紧买 你不买 我们要涨价 你不买就没货 很少以这种方式 去催这个单 更多是我们去 在谈判过程当中 看看客户什么时候 觉得如果一切都合适 一切都好 那什么时候 开始合作比较合适 如果这里面 还有一些疑问 还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协商谈判的 那我们可以一步去谈 谈完之后 基本上就是 怎么去一步步推进 然后就完成这个单子 这里面这个设计 是会模拟整个 销售的各个的阶段 来进行的 这里面是能做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识别关键优势和略识 这里面我们是 也说一下 咱们这个测评的 最早的由来 因为我们之前 做很多这个培训 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 有四个阶段 一个是我们在找客户 或者在为客户做准备 就有时候还不是 在找新客户 有些时候还包括 有些时候还包括 老客户 现有客户里面的 新的机会 就老客户里面 可能会有 新的这个什么 新的这个什么 就是新的机会 新的项目 新的负责人 新的BU 新的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面 你在里面维护的 这个什么客户 也可以开发出新的机会 所以是 你来寻找新的客户 或者是老客户里面 找寻新的机会 那在这新的客户 和新的机会里面 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准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就是 当我们在会议的时候 前面提到 然后呢 我们跟进的时候 最后呢 就是谈判的时候 前面提到的 当我们在做 培训的时候 在很久以前 我们在 这个测评还没做的时候 我们是拿这个 FipChat 就是疫情发生之前 在很久以前 我们如果在做 线下培训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 FipChat 这白板纸 横着过来放 把四个这个什么 什么工作情景 也就是说 你面对客户的这个情况 那你会以怎么样的 一个方式 去处理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所以当我在寻找新客户 或新的机会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然后让大家 brainstorm一下 哪些行为 是属于不合格 是不好的 千万别做的 然后呢 有了这个不合格行为 我们再brainstorm 哪些行为 是良好的行为 是good behavior 是咱们应该做的 然后呢 我们再有了 这个good behavior 好的行为 我们再brainstorm 下一步就是 哪些行为呢 是卓越行为 就是说会更好的行为 所以这四个方面 我们都是通过 FipChat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去做 这个brainstorm 然后来做相互的 这个分享 所以今天 聊聊这篇 如果大家有在 内部自己 老人带新闻 或者是自家内部 有相互培训师的话 这个都可以 就是自己来 来做这个 这方面的探索 好处呢 做这样子的一个 FipChat 这个白板纸 做这样的讨论 就是说 大家参与度会比较高 你如果 能够做线下 那大家的参与度 会很高 你如果做不了线下 线上我们也做过 就是让大家来做 分成不同组 然后来 就是直接把答案 写在这个PPT上面 然后再共享 相互共享这个屏幕 来分享 所以这个参与 还是比较高 换说呢 就是大家 罗络的东西之后 就比较难 系统性的去了解 到底 我们应该 做些什么 我们应该 就是针对 哪些比较好的 这个行为 哪些比较 比较差的行为 应该就是 要避免掉 还有哪些 更好的行为 我们要去做这个培养 所以这里面 给大家一定的Sense 是有的 参与度也很高的 但就没有那么强烈的 这个针对性 那更不用说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 又意味着什么 那一般我们在做 这个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后 这个是我们做 做培训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来 debrief 我们会说 当你在寻找新客户 或者在为客户 做这个准备的时候 那我是否能 再足够的 开发新客户 或开发新的 这个机会 我是不是能够 让这个客户了解 并接受 我的这个拜访的价值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边顺便提一下 那一般情况 我们说 你约见客户 你是怎么约见的 那有些销售嘛 他会考虑到 我只要让客户 愿意见我 那不就得了吗 那怎样 就是最简单的 最高概率的 让这个客户 愿意见我呢 所以很多销售会说 就是这句话叫做 我明天会到 你们公司附近 如果方便的话 我顺便过来 就这样子的一套话 那客户一听 就觉得好啊 你既然是附近嘛 那就方便就来吧 你就过来就过来呗 这个电话里面嘛 约正的这个环节里面 确实是很好搞定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你很容易被放鸽子 因为客户的感觉是 你顺便来嘛 我又不是要等你 你也没说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而且你更没有说 你来的话 对我这个客户来说 有什么价值 你带什么过来 你有什么很好的信息 还是你要帮我 实现怎么样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结果 这里面完全什么东西 都没讲 那你就 你就顺便过来 你顺便过来 那是过来呗 你要给我什么资料 那你就放在前台呗 我不需要在场 我也不需要等着你 我也可以去开我的会 那更不用说 现在这个什么 分控时期 更没办法 用顺便这个 这个理由去 约见客户 所以我们更多是 看看我们在 约见客户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 了解到 让客户了解到 我们拜访的一些价值 那我是否在会 就是会前筛选 我该或者 不该与哪些客户会面 也就是说 你去见一次客户 你要在这个路上 花一定的这个时间 你是有时间 甚至资源方面的 一些成本的 那我们在做筛选 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把一些 比较适合咱们的 跟我们比较对口的 一些客户 先筛一遍 然后才去见 很多销售 在说去见客户的时候 哪怕现在是线上见客户 说要准备准备 人家准备一些什么呢 有一个环节 很多销售没准备的 就是我应该怎么问 我要考虑到 如果我要去见客户 那我是希望 从这个客户 不管是这个客户 在哪个阶段 我去见这个客户 我是希望 获得哪方面的信心 对吧 这个销售 第一要想到 我要去聊 那你要聊些什么东西 除了你要 可能有些产品 有些就是 你做的一些卖点 是要受给客户 那从另外的角度 那你又想了解客户的 哪方面的 不管是需求 不管是角色过程 不管是他们参与的 这个人员有哪些 甚至于他还去找 哪些同行 他目前的这个心理价位 他目前对于 现有产品的 这个什么 不管是不满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评价 这些都是 咱们都想了解的 一些信息 那你想 这次去 你想了解什么信息 你如果想了解 这个信息 你会以怎样的方式 问出来 你要是不知道 以更好的方式 问出来 那有可能就是 你被客户一怼 然后就不知道 怎么接下去的 这也就是 很多销售的 一些通病等等 那第二阶段呢 当我在会客的时候 会见客户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一个 具有意义的开成白 以及一个 能让我再见到客户的结尾 什么叫做 能再见到客户的结尾 很多的这个销售 就是跟客户 在会面的时候 都聊得顺欢 聊得挺好 然后呢 然后就说 啊 客户你好 那我回去做个proposal 我再发给你 然后客户就说 好啊 你就回去做个proposal 我就等你proposal吧 然后就回去做 但是你做proposal 你要在约客户的时候 万一这客户又在出差 然后客户又在忙 然后客户又基于 种种原因 很长时间 时间一直没办法约到 等到真的约到的时候 客户对上一次的 这个什么 会面里面的这种 你要说他的感觉 他当时的这个什么 比较high的这个 状态 基本上已经没有 然后现在重新再看你 这个proposal又不觉得 这个proposal到底有什么好 那你就有一点 这个什么 比较被动 那怎么办呢 我们销售是不是能够 尽可能在这次 会面的结尾 我就约下一次 我就跟这个客户说 当然聊圣宽 我就跟客户说 要不这样的时候 我回去做一个proposal 然后下周我带过来 然后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就我这一次就约下一次 我不一定每次这么做 我都能够约到客户 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那我肯定约不到客户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种销售的一种习惯 我是不是能够尽可能取得 就是这一次再约见下一回 而且我约上下一回 我甚至都可以说 除了迷你外 咱们这次来做这个proposal的共享 觉得我们还需要参考 哪些同仁们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对吧 我还可以就是把背后 可能会参与到这个项目的人 都给喊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会面的时候 一个是开头 一个结尾 我是是否足够好奇的 能够了解客户的真实想法 我倒不是要他的需求 我现在先了解他的想法 我是否能再与客户进行 让他们愿意分享的一些汇报 还是就是进行一些 他想走人的单向的陈述 对吧 我是现在一句话叫什么 customer focus 我是否专注于客户 对客户好奇 然后说一些让他愿意分享他的观点的一些话 还是我一直巴拉巴拉在说 我有多强 我是宇宙里面最好的 都是秘密 都是关于我的 然后让这个各位很反感 这都是在meeting的时候 我们要发挥的事情 在跟进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就是说 我是不是能够在组织里积极找寻 此次采购决策 还有哪些哪些大佬们 幕后还有谁会参与这个决策 如果这个客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会做一个决策 那我是不是能够让他保持他们 对我们的兴趣和关注 然后这次还愿意见我 然后呢我在这个客户内部 我是不是能够就是很好的去建立更多的人 我在里面就是不管是决策者 还是影响者 还是一些提供给我情报的一些线人 这些人员我是不是能够就是多找几个 多长几个心眼 也多安插几根眼线 那我是是可以就是让这个销售 就是成功概率提高一些的 这个跟进 还好就是我是否能够预知 他们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公司会不会做一些改变 不管是人员调动 有时候人一走查就凉 有可能这个情况 有没有不管他人 还是被并购的潜在可能性 战略目标会不会改变 他如果是美国上市公司 他的这个下一次这个财报 什么时候出来 那这个财报如果不理想的话 会对后续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这里面我是不是能够为有心知 知道这个客户后续他会怎么去做 那最后的这个什么谈判呢 那我客户如果说不买不买 那我如果说客户提出的这个要求 是我达不到的 不管是价格要求 还是其他方面要求 是我达不到的 那我什么时候应该决定放弃呢 不是因为我做不了这个单子 而是我会有更好的单子 所以这个单子我先放一放 我是否能够了解 客户除了价格以外 还关注哪些重点 很多家伙都说 客户砍价砍的厉害 那除了价格以外呢 他们难道只看中价格吗 还是有价格再加上其他事情 我是否能够帮助缓解 我们的一些购买的忧虑 很多客户最终买跟不买 倒不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买跟不买这个抉择 更多是风险的这个考虑 也就是说我买了真的管用吗 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我买了之后我老板会问话吗 我用了你们我其他的这个 同事他们会说什么呢 他们会接受吗 这些等等都是存在的一些购买的风险 那有些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有些时候 很多时候之所以不买 倒不是说价格没到位 而是风险太多了 说到这边我先切换一下